他去面試員工的時候他什麼話 他一句話都沒有問他 他只有問他一句話說 你有沒有看過《自由時代》的週刊 那那個員工就說有 然後再來就說好那你入去了 所以他是一個想法很特別的人 那原本那個去結婚要離職的那個員工 再來就特地去南部然後參加他的婚禮 然後聽說包一包很大包的紅包給他 所以他是一個對員工很好的老闆 那當時他自己是他 這個上面的亞克力版是當時他們申請所有的職照 就是一個如果一個職照被查記的就快就可以了 那因為伴雜誌是需要大學學歷 那再來有些人自己並沒有 但是最後一張亞克力版這邊 還是可以看到他用他自己名字去申請一個職照 但事實上這個職照根本就沒有拿到許可 他就是硬著頭皮直接發行 好那暫停一下 因為這邊好像沒有開我去開一下 那天明天就有這個紅包 這完全是不敵很利 所以我會說